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兰学院的学长、学姐们 架子还真是大 您又是哪位啊 既然阁下问了 那么就听好了 我是幼父院长的孙女 东方凤凤 刚才 听说有个不懂规矩的野丫头 在报名时闹事 我就替我爷爷过来看看 所以说 那个不懂规矩的野丫头 不会恰巧就是你吧 我不懂规矩 明明是这个黄毛小白脸 无理刁难在先 还有你 怎么不分青红皂白 就来拉偏甲 还一副高高赛上这样子 哼 这神兰学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 这 就是这样子 都是你们 这位姑娘 好像是有什么误会 谁说开再动手也不迟啊 免得生计无辜啊姑娘 要动手了 学习要认真了 路坤神 那神兰学院规则第二条 有辱学院主 先打了再说 哎 这都是小婆女一样 你也不回头打人 快走 你拉着我干什么 本公主 快得打着风女人一个人才行 这风女人是很明显不一半 打了小子 引出老子怎么办 不想入学了 我听得见你们说话 快来 快拦住他们 误我学院 唯我建筑 还想跑 姑娘别这么大火气 对皮肤不好 容我把话说完再动手也不迟啊 好 你最好想清楚再说 我们三人已经通过了入学考试 只是这位仁兄见官号是雇佣兵 有意轻视 便提出了家事 我的同伴只是看不得人受欺负 于是便以他切磋起来 这才差点砸了院长雕像 可有此事 这 第一件雇佣兵怎么可能通过测试 一定是作弊 笑话 爷爷部下的七星阵 怎么可能靠作弊过关 这 但即使这样 这个野丫头也不能入学 你这疯女人 怎么还不依不饶了 你这野丫头 入学当天辱骂学院 险些毁坏了院长雕像 让你入学 还不知道会闹出多少麻烦来 好啊 你这什么鬼学院 我猜不稀罕呢 求我都不来 走吧 不送 第一件的雇佣兵同伙 果然也是一丘之后 我没记错的话 神兰学院当中应该有意 一切以实力说了算 对吧 这位学长既然如此笃定 我们没有真本事 敢不敢与我一决高下呢 哦 决斗 有点意思 没错 如果我赢了 你要向我那两位朋友道歉 好啊 那如果我赢了 不 你赢不灵 不止死活的家伙 既然这样 那我就做个见证 一刻钟后 你们在此决斗 分个高下 恩怨也轻 啊 陈南 本公主对你观目相看啊 够证理的 事已至此 如若不和此人比出个高下 就算进了学院 我们也是第一人一刀 正好 我也想试试西方魔法师的能力 就你心眼耳朵 你是你 小月 走 咱们关战去 凯文 陈南 你们二人在此公平决斗 只分胜负 不得伤了对方的性命 也不许损坏公务 下面 我宣布 不 决斗 开始 我来和东方修行者不同 起手够快 你 你 我来白 我来 你 我来 你 你 我来 你 我来 你 再来 二宝 你们西方法师打下 战装叔叔吗 我来帮你动起来 放肆 放肆 看来这小子禽了 那就陪你多玩回来 糟了 堂堂东方武者 就只会东躲西藏吗 什么东躲西藏 这叫阴帝制宜 不许破坏公屋 听见没 别破坏公屋啊 在这儿呢 这招看腻了 那招新鲜的 这是你自找的 这是你自找的 在自家学院广场 用洛雷树 你还真是个败家子啊 看你还往哪儿跑 看你还往哪儿跑 你还要往哪儿跑 还给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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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这事要闹大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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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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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兄弟 你可被我玩脱了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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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吧 我 我可 怎么会这样 芭丽 芭丽要被凑光了 要失控了 快 快 躲开 凯文失控了 大家随我运功功利 小鱼 喂喂 死的面子 不至于拿全场人性命开玩笑 这堡垒一旦落下 无人能侥幸 这是 神器 没办法了 必须尽快结束 好 够了 这就帮你解脱 刀手 还没有结束 这就没事了 我还以为会被炸飞呢 吓死我了 打够了吗 大师兄 大师兄 此事 使用无法控制的力量 会失去自我的 希望你引以为戒 是 三界五者 还有神器宝身 你就是最近在东楚国 初进风头的陈南是吗 后裔宫不可能射偏 你却先射了他的法杖 绣了他性命 莫非是他 是你知道有人要出手 熊 这都看出来了 大师兄目光如炬 确实 第一次登门 总不好闹出人命嘛 人命不至于 这小子 这小子保命器具可不少 只不过 院长的责法是少不了的 奇怪的 你们今日是来入学的 还是来打架 我 当然是来入学的了 只不过遇到 这个黄毛小白脸 欺负人不说 还大打出手 刚才算我们打赢了吧 你们还不道歉 不管怎么说 凯文误会你的同伴 确实不对 我作为他的师兄 向这位客人道歉 不碍事 不碍事 大家不要为了我打架了 都是误会 误会 你这个人怪不错的嘛 那我就原谅他喽 慢着 不错 听你的意思是话里有话呀 客人 我们可是来入学的 也通过了考试 应该称呼我们为同学才对 难不成 不错 虽然凯文有错 但不代表你们就能入学 慢走 不送 你信他说的话吗 刺民就是不想让我们入学 编造的理由 这事都怪我 不关你的事 谁能想到突然暂停招生 还要查什么奸细 这样不行 总要想办法混进去 才能得到天元经 是才那人说的 不是你们不符合要求 而是刚才幼妇院长发布了学院令 由于此地可能混入了破灭道的奸细 暂停本年度新生入学 破灭道 那些人居然还在 那家伙 算了 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走吧走吧 这破学院不去也罢 可是 你们 还想加入神兰学院吗 是 是 冷风学长 没错吧 名字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若是还想入学 我倒是可以给你们指条路 你一会儿让我们走 一会儿让我们留的 耍我们玩呢 等一下 听听他怎么说 学院附近的山林之中 有一处上谷遗界 传说是两位神明交手陨落的地方 本来以为只是个传说而已 直到最近 有人在那里找到了一块 神谷 神谷 确定是真的神谷啊 那 那岂不是要引起全天下人的争夺 因此 学院封锁了消息 想在此事泄密之前 寻找更多的神明遗憾 所以 什么破灭道妖人奸细 都是引人耳目的吧 十五日 如果你们能有所收获 那么我将亲自禀明院长 收你们入院 臣哪 我们要是能找到神谷 那可是家之连朝那儿 还入什么神兰学院啊 师兄子凡如此照顾 我们该如何回报才好呢 切心还不小 放心吧 我没有理由害你们 希望你们的运气 比今天能够好些 快去吧 神战遗迹 神功 神兰学院在研究的 会是什么呢 看来 看来此处真的是神魔陨落之地 陈公子身上谜团不少了 万年前曾有神魔交战 散归陨落 对不起 我没有在统那些龙 倒像是 朝着我们来的 与这后遗宫有何愿意 各凭本事吧 狂徒绣走 神功 神功